欢迎各位来到第八季 王牌对王牌 让我们欢迎王牌家族 这一年多不见 没几个会正常走道的了 是因为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你的身份是 我今年可是王牌家族的二当家 我等了这么多 我等了这么多年 我终于把贾琳熬走了 恭喜 恭喜 贾琳因为在忙着自己的新电影 等到时候电影出来的时候 大家也要多多的走进电影院 去支持一下 是 在这也要特别恭喜杨花花 因为她是第一个 在鸟巢四面台开演唱会的人 开票 真的是一开两天直接就没了 对 恭喜啊花花 其乐融融的一季节目又开始了 但这一季和网季有点不一样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还有三位王牌好友 他们当中有人在这一季 会帮助我们家族来完成各项的挑战 但是也有人从一开始就占到了咱们的对立面 好 来 所有人做好准备 欢迎我们的王牌好友 欢迎沙翼 堂堆 杨迪 欢迎三位王牌好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穿着粉红色套装的女生 粉红女生 大家好 我是穿着灰色套装的灰色男孩 你没觉得我们俩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是褶子还是说 我跟我师哥不约而同的 都续了胡续 可能也是在暗暗地提醒大家 我们曾经是草 提醒大家 笑草 站在我们对立面的就是这位郭老师吧 什么郭老师 我是一个天才儿童 我头顶这个锅是接收宇宙信号的 杨迪这季又一次和花花撞弦了 我又撞 你看 谁真的 哎呀 不分格仲 哎呀 但看起来他的信号比我的好一些 对呀 我这有一边都不亮了 他可以搭厂 他那个毕竟金属的 人家能伸缩 小童你办的是啥呀 我办的是机器人 机械机 AI 我觉得小童太像机器人本人了 没错 这个身材多一两则多 少一两则少 谢谢二位哥哥 那你脸是多了几脸呢 按照人类的标准 半斤和八两 半斤和八两 这季咱们人变多了 有没有什么新的口号研发出来的 不然就 线编啊 延续上一期的 哈哈哈 有 得有新的 王牌战队 傻也不会 是这词吗 是这词吗 真是傻也不会 来听一下 本季的新口号是 王牌战队 傻也不会 介绍一下今天大致的一个情况 因为大家都是科幻迷嘛 所以今天我们都是为了一部 科幻电影来的面试演员 希望大家可以被选中 电影的名字叫做火星 火星 哦 同时我们还请来了帮帮团成员 每个人有一个帮手 欢迎帮帮团 优脆有机奶粉 金国王牌之选 接下来是更好吸收的 优脆有机奶粉王牌时刻 这装置 高级现在 这么开的 高级 欢迎李雪芹 谢南 严妮 钟翰良 徐志兽 欢迎 这火星的镜面这么崎岖 这火星的镜面 我们就开始现场认领吧 谁是谁的帮手 要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哎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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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跟我这划过去了呢 我认领这个 这还没握手呢 就认得走 我就跟了 跟爸爸为什么 你自动成功了 我不是 来 我认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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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领姐上 那 你 认领了 你 你 我认领了 谁的微光 却想要给你灿烂的光 这不是领了 咋的 可怜可怜我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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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我俩的都不叫认领 那就认领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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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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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往这边 收破烂喽 收破烂 哈哈哈哈 还是有人要的 有人有人 整半天我在这呢 哈哈哈哈 腾哥 为什么认领谢奶呀 我穿这件衣服 看出来吗 不觉得很有搭档的感觉吗 哎 你看这应该也眼熟吧 我大概知道了 但那个人和这个人 哈哈哈哈 不是一个气质吗 哈哈 主要那个不是笑草 哈哈哈哈 那个年轻时候长的就一般 也很帅 也很帅 花花任领雪芹是为啥呀 我主要也是因为说的比唱的好听 哎 哎唱的比说的好听 你看看 很适合大道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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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挨了他的咒 不可能会是钢的吧 别熟钢 让你是钢的 长得有点变忘了啊 要是变异了变异了 哈哈哈 有时候好了 哈哈 今天这期节目 就会带大家进入中国电影 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 就是中国的科幻电影 中国科幻电影在近几十年来 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从萌芽期到沉寂低调 再到高速发展的阶段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和市场环境的不断成熟 科幻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 逐渐成为重要的类型之一 在世界科幻电影之林当中 也有着它独特的气质 把脚给我挪开 今天 王牌家族和道场嘉宾 作为科幻迷 将通过科幻电影选角的方式 体验中国科幻电影制作的 精细环节 带大家深入了解 中国科幻电影工业里的 中国制造 同时致敬中国的科幻电影 为大家介绍 今天选角的主考官 王牌计算机 S 大家好 我是S 欢迎各位来到剧组面试现场 今天 我给大家准备了三轮考验 每一轮 都会有专业的电影幕后工作人员 来考察你们的实力 同时 我知道 你们对这个电影的结局 有不同的想法 有人喜欢圆满的结局 而有人喜欢悲剧的结局 希望炸弹引爆 所以 我决定给你们一个改变结局的机会 具体如何做 我们稍后公布 这个电影的结局 许你们一起努力 就看最终谁能获胜 祝你们好运 我们就来说